中国既占田径口台湾的石斑鱼之后 芒果或者是文旦果品的果农们也开始紧张了 全国文旦又最大产区的花莲瑞瑞地方农会 早就规划了订定产销策略 稳扎稳打 农民表示说除了中国之外 台湾文旦又产销市场还扩及了美加 东南亚新加坡的地方 对文旦又的国际产销市场很有信心 经过生理落果后 瑞瑞香今年的文旦又产量也趋于稳定 但是今年白鹿节气与中秋节仅有短短三天的时间 品质与产销压力也跟着接踵而至 今年瑞瑞的文旦又虽然产量有比较少一点 但是整个采收期到销售期的这个时段变短 所以在销售上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除了产销期短 大陆近年来陆续暂停 包括凤梨、世家以及台湾石斑鱼等进口 连芒果、文旦又、国品也穿了蛋 全国文旦又最大产区的花莲瑞瑟香 除了香工所 农会也早已规划订定产销策略 稳扎稳打 那我们希望透过多元的一个管道 包含我们的这个文旦又的评鉴 展售 还有我们文旦的这个大果的加工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市场的这个流通 能够更顺畅 让我们的文旦又行销能够更顺利 有的农会在前头稳扎稳达的产销推广 农民更是无后顾之忧 不论大陆尽职与否 农民表示台湾文旦又产销市场 也拓及美加、东南亚、新加坡等地 对文旦又的国际产销市场深具信心 是,去年是新加坡 是很顺利 很顺利 年期后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产量会减少 比较担心这个 是 反而不担心销售外销的部分 外销我们是尽量 姑且不论台湾文旦又国内外产销市场的转变 瑞磯香农会特别呼吁每一位文旦又农 做好文旦又天间管理、安全拥有 生产出最优质的文旦又国品 提升台湾文旦又的市场竞争力 才能杀出大陆成为 走出一条产销活路 记者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